如果看短期来说 技术走势当然是一个反弹 因为三日之前跌穿了波利加通道底线 由底线来说 未来反弹的目标就要去到波利加通道中轴线 中轴线大约是101元开始会有点阻力 它本身的大股东未来来说 用一个叫做远期合约慢慢减持 其实是做了一个叫做场外的减持 它是卖给很多大行 而大行用来做一些衍生工具 慢慢慢慢在市场上散出去 所以未来一段时间 波幅方面来说 都是维系着应该在波利加通道中轴线之下运行 很难上到这个顶线的了 不会说跌得太厉害 因为就算大股东减持也好 它给很多大行减持 都不会说立时是占价减持的 大户慢慢慢慢退出去 它自己本身都有一个誘因 在现在这个叫做过分超卖的情况下 都会托回这个股价 所以未来来说 我觉得想回波利加通道中轴线 100元至1801元 我觉得是正常的 暂时短线来说 我觉得仍然有一个叫做持续的反弹 始终它都是除了一个弱势股 弱势股除了就是波利加通道中轴线向下 刚才你所说的大股东是持续减持 大股东持续减持来说 就等同这个腾讯 大股东每一日来说 平均要减3-5% 所以为什么腾讯来说 就由400几元回落到300元 所以这个大股东持续减持 在一个中长性来看 都成为它的股价 一个大的压力 一个大山的 所以如果你打算是一个叫做快速上升的 为什么你不买一些大股东不减持的股份 而偏偏特地去选择一些大股东减持的股份 所以在这方面是很奇怪的 散户自己本身也有一个叫做逻辑的推理 你为什么不买一些强势股 大股东不减持的 这些股份是不是就算升上来的幅度也要大些呢 ETNET 专业版HVII股票报价系统 帮你动息大局 捕捉投资先机 即刻申请啦! Zither Harp